我过几天就会搬屋 搬了屋后,起码有过几星期就没有Internet 顺利的话,最少整个星期就没有 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要继续更久 所以看法也要明年才会再有新影片 早前有个朋友问我,如何做这些screencast 我怕我动一动电脑,因为电脑的东西不太懂 我用的麦克风也是用我老婆用Guitar Hero的USB麦克 所以我不太懂 我怕动一动之后,设计改变了,我就不懂得回头 所以除了告诉别人我如何做之外,也自己做过纪录 有什么弄我了,我重新来过,我还知道如何做 其实我用两个program 做screencast 其中一个小一点的,是用Zoom In 叫做Zoom It 就是这个program 按Ctrl 加1 就是Number的1 可以Zoom In 可以写字,打字 另外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program Cam Studio 是免费的 Google 便会知道哪里可以下载 是一个Freeware 这个 设计也好像挺复杂的 主要是选择video option 和audio option 两个东西 Audio 用microphone 其实有时候我也想 一些声音可以由program 就是我的电脑里的声音 就是本身的声音 例如播放一些歌 直接可以弄在影片中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但我不懂 如果有人懂,可以教我一下 Audio option 用microphone 我选择 Compress method 我选择PCM 因为它有很多种 但我隐约记得 我有试过其他 弄出来的file是超大的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PCM 16bit stereo 22kHz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算是好 有时录出来的声音 都不太清 但我用开这个 我看到它会有效 就继续用 比较复杂的就是video option 有很多种compressor 可以选择 我隐约记得 好像一开始 即是这个program 开第一次的时候 它自己选择的就是 用Microsoft Video 但录出来的画面 即是你录得很短也好 超过100Mbps 太大了 所以上升很麻烦 它好像跟Camp Studio 又有Lars Less Code 但是也很大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用XVID 这个code 录出来效果很好 而且很小 但不知为什么 在左上角 在录音的时候 会有白色的box 我最近用FFD Show Video Code 我听说 这里可以调整到1 就可以了 因为你调整到100Mbps 会比较大的 但是 Quality也是差不多 所以只能调整 最重要的是 下面这里 就是选择的frame rate 我自行自行自行平衡 我习惯就是 我习惯就是 令到 playback rate 是40fps 如果你点进去 还可以configure 有很多encoder 可以选择 我试过几件事 有些 做出来的file太大 我觉得 中中挺挺 質素可以接受 file又不太大 就是h264 bit rate 本来是900 我用回900 我试过用低 但好像有点起格 现象 一阵子都不见了 希望搬屋顺利 不会搞我 下次说什么 都要想想 遲下再说